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国有个隐士叫段干木 淡泊名利 品行高尚 不肯做官 甚至不愿意和达官贵人交往 有一次啊 魏文侯去见他 已经走进门 段干木听到动静 就翻过墙逃出去了 后来 魏文侯只要经过段干木的家门口 一定会行个礼 然后才离开 魏文侯这么做 为什么呢 小朋友们想知道吗 那好 下面啊 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干木于远 晋朝的时候 魏国有一位有名的隐士 名叫段干木 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不仅品德高尚 而且满腹经伦 他对功名利路看得很淡薄 所以始终不肯出来做官 人们都觉得他很傻 有大好前途不去享受 反而独自一人隐居乡野 他听后只淡淡地回道 一旦踏入官场 就会让自己失去判断 这样很容易就会走错路呀 段干木不仅不出来做官 而且拒绝接见达官贵人 有一次 魏文侯在处理完朝廷上的事后 便带着两名随从卖出散布去了 他听别人说 民间有一位名叫段干木的人 不仅满腹经伦 而且为人十分谦虚 同时又很淡薄名利 魏文侯因此就叫随从打听他的住处 在打听到后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段干木的家 此时 段干木正在书房练字 他看见魏文侯后 立即就扔下笔 从后门跳墙走了 魏文侯走进来一看 只见院子里只有一个书童正在打扫院子 于是就问他 你家公子呢 书童折指书房 魏文侯扭头一看 只见书房的后门大开着 他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因而笑着说 段干木果然如传言中那样 连王公贵族都敢拒绝接见呢 说完 魏文侯就带着随从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段干木就从外面回来了 并重新回到书房去练字 这时书童跑过来对他说 公子 刚才来了三位客人 很有权势的样子 他们问我你在哪里 我告诉他们说你在书房 谁知你已经从后门逃走了 段干木低着头 边写字边说 以后 如果再有达管贵人来找我的话 你都替我一律回绝了 我是绝对不会和他们来往的 从那以后 魏文侯每次经过段干木的家门口时 一定要先行一个礼才往前走 魏文侯的仆人对他的举动很是不解 因此问他 您是堂堂的诸侯国君 而段干木只是个平民百姓 您在段干木家门口行礼恐怕不妥吧 魏文侯听了笑呵呵的说 他虽然是个普通百姓 却很有道义 这样高尚的道德是他的荣耀 我虽然是个国君 可除了土地和钱财 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样一比较 我还真的不如他 并且他平时从来不和官场上的人打交道 肯定是个清心寡欲的人 所以我更应该向他行礼了 还有一次 段干木外出求学时 走了很长的路后 他准备在茅舍休息一下 再赶路 那时秦国和魏国经常打仗 正巧秦国的军队就驻扎在这里 秦国的士兵没有认出段干木 因而恶狠狠地冲他嚷道 哪里来的人敢在这里休息 段干木知道他们是秦国的士兵 于是就起身向他们鞠了一躬 说你们辛苦了 在下段干木 因为赶路累了 所以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非常抱歉打扰你们了 我这就马上离开 秦国的士兵早就听说过段干木的大名 现在见他和传闻的一样 对人非常谦恭有礼 于是便把军队撤走了 不但在魏国人眼里 段干木是一位不贪图荣华富贵的谦谦君子 而且就连敌对国的百姓也非常敬佩他的为人 经常用他的事情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渐渐的段干木的事情就被人们传开了 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其他国家 都流传着他的故事 小朋友们 干木于园的故事 小小老师讲完了 从这个故事当中 你们都学会了什么呀 段干木不仅很有学问 而且淡薄名利 拒绝做官 又很注重道义 于是魏文侯很欣赏佩服他 并认为自己不如他 所以每次路过他家门口 都要行礼来表示敬忠 不仅如此啊 就连勤兵都很钦佩他的德行 为了不打扰他休息 主动撤退了 是啊 段干木为人千功 不贪图荣华富贵 为人讲道义 的确令人佩服呀 小朋友们 我们要以段干木为榜样 学习他的高贵品德 在生活中能约束自己的欲望 能抵住利益的诱惑 不要太贪心 贪心的孩子本来就拥有很多 但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是一定要得到 他们有很多的玩具 有些却只玩过一次 拥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有些却只穿过一次 这样的孩子不容易知足 所以就感觉不到生活中的快乐 小朋友们 你们不要这样哦 应该做个容易知足的孩子 知足常乐哦